徐鹏最近不对劲,一向邋遢的他,现在出门之前恨不得把衣柜里的衣服都换个遍,甚至还要喷点香水,我忍不住怀疑,这是有情况了,可这段时间他都是按时回家,没时间出轨啊,难不成小三在公司? 这家建材公司是当年我爸妈投资的,后期又帮着拉客户,因此徐鹏一直对我家很感激,还说等做大做强,就让我过父太太的生活,后来他确实也做到了,一切步入正轨后,他就不让我去公司,而是让我在家做父太太,而我也就这么退居二线在家备孕,只是天不遂人愿。 两年过去了,肚子也没什么动静,一开始婆婆倒是催过几次,甚至直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,就为了催着我俩要孩子,可后来不知道徐鹏怎么劝的,竟然一下子堵住了婆婆的嘴,让我再也没被唠叨过。 除此之外,婆婆还回了乡下,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,见她这么维护我,我便更想给她生个孩子,可是天不遂人意,怎么都怀不上,对于这种情况,徐鹏表示可能是缘分未到,让我也别太着急,顺其自然就好,只是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呢? 便到处找偏方,婆婆知道后,说那些偏方不能乱吃,埋怨我太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。 那个时候,我真的觉得很幸福,遇到了这么好的家庭,因此我从没想过我的婚姻会出问题,可如今徐鹏的表现又太反常, 让我没办法再那么淡定,徐鹏的表姐倒是在公司里,可是我向她打听,总归是不太好,而且她表姐这人本身在男女相处这方面就没什么分寸,跟徐鹏相处的时候,总是亲密得很,这样的人就算看到徐鹏和某个异性亲密,大概也是觉得正常,说不定还得说我胡思乱想,于是我决定问问佼佼。 他去年离婚后,一个人带着孩子找工作也不好找,生活得不怎么好,我便让徐鹏给他在公司安排个闲职,徐鹏便让他当业务员,底薪特别高,对业绩也没什么要求,工作轻松时间也有弹性,确保他不耽误接送孩子上下学,佼佼也记下了我的这份情,一直都说我是他的大恩人, 还曾开玩笑地表示不能白拿那么多工资,除了跑业务外,他还会帮我把徐鹏看好,不让他被小妖精勾走,那时候我拍着胸脯说我家老徐不是那样的人,可如今爱。 那天徐鹏前脚从家里走,我后脚就给娇娇打了电话,最近我家老徐在公司老实吗?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? 娇娇对于我的疑问感到意外。 他笑着表示,这徐鹏可是众人眼中的二十四孝老公,每天准点下班,从不在外面多待一分钟,如果真有应酬,那也是实时报备,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问题,最后还让我不要整天胡思乱想。 见娇娇这么说,我心中不免疑惑,要知道是他一直告诉我,不能太相信男人,也不止一次说过天底下就没有不偷星的男人,就像他前夫,人钱那么好,对他也那么好,可是却常年去族玉殿花钱找女人,因此他总是劝我要多个心眼,可如今怎么又劝我别胡思乱想了呢?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,就会生根发芽,我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百分百的去相信徐鹏,也没办法百分百相信娇娇了,只是徐鹏的手机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,可越是发现不了什么,我就越觉得不对劲,思来想去,我决定要主动出击,于是我开始跟踪徐鹏,可一个星期下来,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疑点, 他确实公司家里一条线,只是不知道为什么,越是这样,我就越觉得奇怪,难不成他发现了我在跟踪他,所以把一切疑点都去除了,所以娇娇真的背叛我了,因为他把我怀疑的事情透露给了徐鹏。 所以,徐鹏才能这么好的应对,只是他为什么要背叛我,为了钱,可是家里财政大权在我手上,工资也是我来发,并不是徐鹏做主啊,如果不是为钱,难不成是因为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小三? 不,不应该,他一直看不上徐鹏的,拜思不得其解,我便暂停了跟踪这件事,好让所有人都放松下戒备心,这样徐鹏要是确实出轨了,那总会露出马脚,娇娇在这段时间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聊天,当然说是聊天,其实十句话有八句不离徐鹏, 算是变相地跟我说徐鹏的一些动向。 这个时候,我突然有些懊恼,自己怎么就能怀疑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朋友呢?打消了一律后,我便也不再藏着掖着,直接把徐鹏最近的变化说了出来,除此之外,还说了徐鹏表姐的事,我告诉娇娇,徐鹏表姐的做派我是真不喜欢,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和徐鹏有身体接触, 而且看徐鹏的眼神也魅惑得很,根本不像姐姐看弟弟那样,说到这,我便问她在公司里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,娇娇表示她知道两人是姐弟关系,因此从没想歪,还真没注意过,紧接着表示以后会帮我多留心。 我听到这话,连忙说不用,表示自己就是心里不舒服,发发牢骚,并不是真的觉得徐鹏和她表姐能有什么。 毕竟虽然只是表姐弟,可那也是有血缘关系的,娇娇倒也没有坚持,随后又跟我聊了些家常,才挂断电话,可能是娇娇的安慰起到了作用,我慢慢也不再胡思乱想了,生活慢慢又步入到了正轨。 当然,如果我没有在徐鹏醉酒后,看到他手机的话,或许真就能这么幸福下去,手机里那露骨的聊天,让我全身止不住地颤抖,我是真的没想到,在我眼里老实可靠的陈鹏,竟然能说出那么多不要脸的话,当时我真的想把手机摔到他脸上,问问他凭什么这么对我。 可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,因为以前的聊天记录都删了,仅凭他如今没来得及删除的这几句话,来证实他出轨,显得太单薄,而且他们这样的人,估计不被堵到床上,是不会承认的。 于是,我又开始跟踪徐鹏了,这天我刚从公司回家,徐鹏的表姐就给我打来了电话,气喘吁吁地说道,月月,咱们公司出事了。 听到这话,我一头雾水,见他声音发抖,我便让他情绪稳定下来再说,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道,那个刘娇娇,你那个闺蜜,他跳楼了。 什么?我疼了一下从沙发站了起来,怎么会?怎么可能?我们今天还通过电话,他还说抽空句一句呢?表姐颤抖着回答道,真的? 我们在公司加班的时候,突然听到砰的一声,然后往窗户外一看,楼底下躺着一个人,还有好多围观的,等我们下去一看,竟然是刘娇娇。 听到这话,我全身都在发抖,手机差点都拿不住了,你说娇娇跳楼了? 是啊,你说他年纪轻轻的,怎么就想不开?表姐语气里全是惋惜。 正在我发猛的时候,徐鹏回来了,老婆,刘娇娇,他跳楼了是吗? 我打断了他的话,徐鹏一脸悲痛地点点头,嗯,你看看联系下他家里人,毕竟是在咱们公司出的事,而且他还是你的好朋友,咱们得准备一笔慰问金给他家。 我的脸变得惨白,徐鹏把我抱在怀里,轻轻地拍着我的背,别难过了,他可能是压力太大,一时想不开才。 我在徐鹏的安抚下慢慢回过神来,刚准备给娇娇的父母打电话。 可还没拨出去,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,你好,请问你是孙岳女士吗? 对,你哪位? 我姓陈,是劳山区刑警支队的,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,事故地点在你名下的建材公司楼下。 死者名字叫刘娇娇,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又是打给你的,因此需要你现在过来一趟,不是意外。 需要我过去。 为什么? 嗯,对,需要跟您了解一些情况,请您尽快来一下。 好,挂断电话后,我看向徐鹏,老公,他们说娇娇不是意外,还让我去一趟警局,怎么办呢?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? 徐鹏再次把我搂在怀里,别害怕,只是了解情况而已,肯定是因为你俩关系好,所以喊你去了解些情况。 我点点头,但心里还是莫名的紧张,询问是李,一个姓陈的警官紧盯着我,让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韩战,你和陈娇娇是什么关系? 我们是发小,也是最好的朋友。 我如实回答道,经过法医鉴定,死者属于他杀,是被人从楼上推下来的那么,据你的了解,他有没有什么仇人,或者说跟谁有争执? 陈警官又开口问道,我摇摇头,没有,娇娇这人嘴甜会办事,很招人喜欢,没什么仇家,也轻易不跟人产生争执。 陈警官恩了一声道,我们查看了他的通话记录,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,他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什么? 我表示并没有什么重要信息,就是唠家常,他还说抽个空要请我吃个饭,确实不像是要自杀的样子,可是他也确实没有仇家呀,陈警官点点头,随后说我可以离开了,等我起身要走的时候,他又表示如果想到什么线索,随时给他打电话,从警局出来,徐鹏迎了上来,怎么样,没事吧? 他们都问了你什么?我有些失魂落魄地开口道,老公,他们说,娇娇不是意外,你说究竟是谁这么狠,非要置他于死地呀? 不是意外?为什么这么说?徐鹏皱着眉头,表示难以理解,我也表示不知道,人家就是这么说的,说法医鉴定的。 徐鹏嗡了一声,我也没再说话,我俩情绪都不太好,毕竟事情发生得太突然,一时间都没法接受,但是我们默契的都没再去讨论。 一夜无眠,第二天一大早,我俩都先后接到了警察的电话,说实在的,打给我,我还能理解,毕竟我确实是跟娇娇总得很近,跟我了解情况也是应该的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徐鹏去。 徐鹏对此倒是很淡定,他说,毕竟娇娇是他的员工,而出事地点,又是我们公司的大楼。 警察找他问话,倒是也正常,他这么一解释,我觉得也挺有道理,很快。 我俩便到了刑警队,然后被带到了不同的讯问室,陈警官看着我开口道,死者刘娇跟你老公徐鹏在一起的事情,你知道吗? 什么? 怎么可能?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? 我一边摇头,一边大喊着,不可能,陈警官拍了拍桌子,让我安静,随后眯着眼睛看向我,你不知道? 我应该知道什么呀,你说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,他不可能背叛我的,而且娇娇一直瞧不上我老公。 陈警官没再继续这个话题,而是又开口道,据我们调查, 你如今并不参与公司的运作。 不知道是太紧张,还是陈警官的气势太压人,我一下子就结巴了,这下陈警官看向我的眼神更加玩味起来,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,随后缓缓开口道, 本来我是想着家与不能外扬,所以有些事情并不想说,可是到如今也瞒不住了。 是的,我老公出轨了,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,跟踪他也是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,但是我每次都是跟到公司门口,确定徐鹏是去上班了,我就离开了。 因为知道刘娇背叛了你,所以你冲动之下,不,我没有,我说了,娇娇不可能背叛我,而我也没有杀娇娇,我虽然跟踪了徐鹏一段时间,但是一直没找到证据。 陈警官再次开口,我们调查道,你是在跟刘娇通过话以后,才去的公司,而他也是在那之后跳楼,那通电话里,你们到底说了什么? 我表示没什么特别的事情,就算徐鹏说他要加班,我不太相信,就打电话问娇娇,娇娇说他没加班,也没在公司。 这下我就坐不住了,于是就去了趟公司,当时看到徐鹏确实在公司,我就放心回家了,然后没多久就得知艾娇娇出事。 我说话的时候,陈警官一直盯着我,像是要把我看穿一样,过了许久,他才再次开口,经过我们的调查,死者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确实不一般。 不可能啊,怎么可能,娇娇最烦的就是徐鹏了,他总说男人靠不住,还让我多留个心眼。 可说着说着,我的声音就弱了下来,娇娇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吐槽过徐鹏,甚至开始夸赞他了。 见我的声音越来越低,陈警官又开了口,你是有想到什么线索了吗? 我愣了一下,随后把娇娇这段时间的改变说了出来,娇娇好像对我老公的印象没那么差了,而且他最近像是发了财,吃穿用度都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,还给他女儿换了贵族幼儿园。 对了,前几天他还给了我一张美容卡,当我知道立马余额有五万块时,立马表示他赚钱不容易还得养孩子,别这么大手大脚。 随后还说让他把卡退掉,可是他不愿意,还让我别瞧不起他,说不是只有我能做副太太。 陈警官听了以后点头道,好的,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收到了,后期如果还有别的线索,你可以继续联系我们,当然,如果我们这边发现与你有关的线索,也会随时联系你。 好,我出去的时候,徐鹏还没出来,已在车门上,我开始梳理佼佼这段时间的反常举动,他以前虽然也不是什么会过日子的人,但是自从离婚后,为了养孩子,确实也是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,这样的他,怎么突然就花钱如流水了呢? 他跟徐鹏真的,我不愿相信这样的事情,而这时,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是徐鹏表姐打来的,月月,徐鹏怎么没来公司啊,打电话也不接,这有个进货合同等他签字呢? 我告诉表姐,徐鹏一时办会去不了,我们都在警局呢? 警局? 你们为什么去警局? 出什么事了? 表姐焦急地问着,我也如实说了,表示焦焦地死不是意外,警察正调查这件事呢,表姐对此也感到惊讶,不就是失足从楼上掉下去的? 怎么不是意外了? 我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反正警察是这么说的,喊我们来也只是例行公事,让表姐别太担心,等徐鹏处理完就会回去的,表姐恩了一生,也不再多了。 我问,挂断电话后,我就看到徐鹏走了过来,他的脸色很难看,还不等我开口询问,他先开了口,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和他在一起的事? 什么? 徐鹏的话让我一头猛,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,可他很笃定地说道,别装了,你早知道了,不是吗?跟踪我这么久,你怎么可能什么也察觉不了? 我的情绪瞬间崩溃,你真的跟娇娇在一起了,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,你们怎么可以这样? 徐鹏扯了扯衣领,哼了一声说道,少来这套,你肯定早就知道了,所以你杀了他,你还真狠呢? 我不知道徐鹏在胡说八道什么,也懒得再跟他争执,索性转身离开了,可徐鹏却还在我身后大喊,孙月,你真是好狠的心啊。 听到这样的胡话,我懒得跟他掰扯,越走越快,可他却在后面大喊,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 我忍不住骂他有病,要是说一开始,我还以为徐鹏那些话是在发疯,可当陈警官再次找上我的时候,我就明白了,我们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在流交坠楼的时间段里,有人偷偷摸摸上了楼顶,那人虽然戴着口罩, 但是身形跟你很像,而且还在楼顶发现了一枚鞋印,经过徐鹏提供的物证,我们发现鞋印确实是你的。 徐鹏提供的物证? 陈警官点头道,是的,徐鹏不只提供了你的鞋子作为物证,还提供了不少线索,比如你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,动过他的手机,早就知道他与刘娇有不正当关系, 那天,你找刘娇谈判,他可能说了什么话,刺激到了你,你就杀了他。 听到这话,我忍不住发火,胡扯,他在胡扯,我没有杀娇娇,他的话难道不矛盾吗? 既然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动了他手机,那他又是怎么知道的? 只是我的反驳,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 从陈警官的眼神里,我能看出他已经把我当成了最大嫌疑人,我有些慌了神,开始与吴伦刺了起来,是,我是知道娇娇给他发露股信息,但是也不是只有娇娇啊,他跟自己表姐也不清白啊,他就是个人渣,说不定是他杀了娇娇呢,对,就是他杀了娇娇。 陈警官皱了皱眉,很明显地把我当成了神经病,可我却突然扶植心灵,一切都太巧了,不是吗? 我很容易地就看到了他的手机信息,是不是,他是故意让我看的呢? 而且那天他突然加班,娇娇又说自己不加班,然后就死在了公司大楼下,这一切都太巧了,不是吗? 是不是他做那一切,都是为了让我怀疑,然后好杀了娇娇嫁祸我。 他为什么要杀刘娇呢? 陈警官一句话就把我问倒了。 是啊,为什么呢? 我不说话,陈警官便又开口道,你这段时间不要出市区,有什么心得线索,我们会再随时传唤你。 我浑浑噩噩噩地走出警局后,第一时间就给徐鹏打去了电话,问他是不是有毛病,为什么要诬陷我,可他却反过来咬我一口,说他不过是看娇娇自己带孩子可怜,就帮了几次忙,走得近了些,没想到我这么恶毒,竟然会杀了刘娇。 他还说,天网恢恢疏而不漏,我会遭报应的。 走了近了些,走得有多近,嘴贴嘴得那么近吗? 我没想到徐鹏把出轨说得这么理所当然,但徐鹏笃定的语气,让我都有一瞬间不自信,甚至都开始怀疑,自己是不是真的杀了娇娇,然后失忆了。 我晃了晃脑袋,暗想自己真是疯了,明明那天我看到徐鹏在加班后,立马就回家了,从都到尾都没和娇娇碰过面,怎么可能上楼顶推了娇娇,还留下脚印? 不对,徐鹏怎么能那么准确地找到和天台鞋印一样的鞋子? 我突然觉得自己卷进了一场天大的阴谋,而我自己根本没这个能力去调查。 于是我立马联系了陈警官,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,徐鹏和我一样是普通人,他怎么能一下子看出,我哪一双鞋子和楼顶的鞋印吻合呢? 陈警官听到我的话后,也陷入了沉思,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疑点,普通人很少去关注鞋底的花印,更不可能根据他提供的鞋印图片,一下子想到是谁的鞋子。 可徐鹏却在看到鞋印后,第一时间说是我的鞋子,并快速地把那双鞋子找了出来,这也太巧了不是吗? 除此之外,我也把在徐鹏手机里看到的内容告诉了警官。 对方说不准徐鹏回家碰我,徐鹏说自己都被那个小妖精掏空了,哪里还有精力应付我,甚至还表示,就算有精力,也不愿碰我。 以前我还没仔细想,可现在越想越不对,总觉得那段聊天记录是特意为了给我看而发的。 想到这,我又把徐鹏表姐的事情说了下,表示徐鹏跟他表姐关系也很亲密,虽然不知道和这个案件有没有关系的, 但总觉得应该说出来,陈警官把这些记录下来后表示会去调查,有了结果会通知我,不得不说,警官办案的速度是真快。 半个月后,我就接到了陈警官的电话,说凶手找到了,是徐鹏是吧?一定是他陷害我。 陈警官否定了我的答案,而是说了徐鹏表姐的名字,王莉莉,表姐,是不是弄错了,她为什么杀娇娇? 我不敢相信这个结果,可陈警官却说没错,她告诉我,在我多次提到王莉莉后,他们便对王莉莉展开了调查,王莉莉压根不是徐鹏的表姐,而是徐鹏的前女友,她和徐鹏还有个儿子, 当初徐鹏爸妈一心想让徐鹏找个有钱的,能帮衬徐鹏的,就拆散了他们俩。 但没想到王莉莉在分手后发现怀孕了,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,还把孩子生了下来,一开始她也没想着回来找徐鹏,可后来听说徐鹏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 日子过得很红火,就觉得心理不平衡,便抱着孩子上门了,而我又一直不能生,婆婆便对她没了那么大的意见,对她和徐鹏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那个孩子目前正在徐鹏老家被徐鹏爸妈照顾着,信息太多,我只觉得接受不过来,一个劲地说着怎么可能。 刘娇不知道怎么发现了徐鹏和王莉莉的关系,便拿着个要挟徐鹏,徐鹏一开始给了她一笔封口费,可是她不知道,想让徐鹏娶她。 王莉莉知道后,便主动表示要帮徐鹏解决这个麻烦,于是就策划了这起谋杀案。 那现场为什么有我的邪印? 这是让我很疑惑的地方,陈警官说一开始他们也被误导了, 只对比了鞋印,却没有仔细看脚印,后来又经过调查,发现鞋印的掌内外两侧虚压明显,后跟重压靠后,大拇指重压前边缘距离鞋印的前边缘在两厘米左右。 这一现象,说明凶手穿的鞋子不合脚,是大于她的脚的,而王莉莉恰好就比你的鞋码小了两个码。 听到这话,我又忍不住问道,为什么?为什么要嫁祸我? 陈警官摇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,王莉莉也没有说。 大概因为我是徐鹏的老婆吧,如果把我也除掉,那他就可以正大光明跟徐鹏在一起。 事情道,这就这么结束了,所有人都觉得我和徐鹏会离婚,可让众人想不到的是,我俩非但没离婚,我甚至还同意他把私生子带了回来。 徐鹏经此一事也老实了许多,为了表忠心,把名下所有财产都公正到了我的名下。 从外人眼里看来,他娶了个好媳妇,大度又善良,只有他自己知道,自己彻底被控制住了,发现徐鹏有私生子的事情其实很久了,但是我一直没撕破脸。 因为我自己偷偷做过检查,这辈子注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,我知道如果和徐鹏离了婚,再找也只能找个带娃的,可是后妈难当,而且也不想别人因为我不能生孩子拿捏我,为此我只能隐忍着。 后来发现,刘娇娇也和徐鹏搞在一起,我真的很生气,没想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会背叛自己。 徐鹏这样的烂人我也不想要了,可我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,尤其是发现他在转移财产的时候,我对他的恨意愈发浓烈,我想要报复他们,可是我又能怎么报复呢? 难不成为了一个小三?一个渣男,把自己搭进去,不,不一定非要搭进自己去,毕竟想上位的也不止刘娇娇一个,让他们狗咬狗,岂不是更好? 于是我开始旁敲侧击地去跟刘娇娇说王莉莉的事情,让他起疑心去调查,最好是把私生子的事情报出来,这样我可以用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获得最大的利益,只是事情的发展添离了我的计划。 我没想到刘娇娇得知王莉莉和徐鹏的关系后,不是去戳破,而是去勒索,这真的没在我的预料中,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王莉莉竟然会为了徐鹏杀了,不得不说,陈警官有一件事情猜对了,那就是他们一开始想敌确实是把刘娇娇死的事情嫁祸给我,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。 我从发现徐鹏出轨后,就在我们家里,他的车上以及他的办公桌下放了录音器,他所有的计划我都知道了,当我知道他们要嫁祸我时,我便顺水推舟地在那天去了公司,让他们计划更顺利,而如今他录音里说让王莉莉扮成我,并穿着我的鞋子去杀了刘娇娇的那段话被我拿在了手上。 只要他不听话,我随时可以把录音叫出去,这段录音成了拿捏他的最好利器,我也因此收获了一个二十四项好老公,和懵懂无知的乖儿子。